世界首架日航的A35K现在我们正式登机 欢迎回到飞行男孩俱乐部 我是爱德华 今天爱德华是在羽田机场 但现在我们既不是到黄站楼也不是在登机坪 而在哪里是在日航的机库 而且今天我们要登机的也不是普通的飞机 而是日本航空他们最新的旗舰机型 日本航空他们新的旗舰机A350-17 现在即将是在1月底的首航了 那今天我是受到日航的邀请 来参加他们首航前的媒体招待会 要知道这架飞机还没有真正在过客 也就是说这是一架Taguari新的一手机 而今天这个视频也会是国内第一手的 日航旗舰机开箱视频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准备登机吧 走 好 谢谢三名 首先A35K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长 因为它的整个机体比A359那个大概长了7米 这个其实从外观上可以非常明显感觉出来 视觉上那个差异 它真的比A359要长好多 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来看一下A350 它这个屁股APU的部分 平常真的是这个角度绝对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随便看 A350有一个非常特征的地方 就是它的驾驶舱导风玻璃 这边有一圈是黑的 它是所谓的墨镜鞋 但是如果你要区分A35K跟A359这个子型号 除了看他们这个机身长度以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看他们这个持络架这个轮 A35K它的这个轮是三排 而A359它只有两排 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这次居然是在飞机下面有这样的一个展示 我觉得真的是蛮抽象的 你可以跟这个睡衣模特勾肩搭配 料子跟我以前穿过的时候差不多 但主要好玩是这一款 它看上去就是有一些这个日式风情在里面 世界首架日航的A35K 现在我们正式登机 那首先现在一进机舱 我并不想给大家展示个个座椅 而是想要先给大家展示这个机身 到底有多长 现在从后舱的Galley开始 我们算走到最前的到底要多长时间 现在好像一半还没有走到 我终于已经看到机翼了 现在我是走到前舱Galley了 真好是一分钟的时间 从后面往下面就要走整整一分钟 可见这架飞机它到底有多么的长 它里面空间到底有多么的巨大 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经济舱的空间 这个脚大家知道我这个腿还是比较长对不对 现在膝盖到这边一拳一拳半 没有任何问题 经济舱差不多靠岛的角度就这样子 这个飞机里面只有155座经济舱 座位全都是安排在G后方的后区 还是比较密集的 但是同时它这个腿不空间做的还是挺好的 超新舱这一次 它这个座位数减少了就24个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只要你看过的视频 它跟日航A350那个国内现在头等舱 长的是一样一样的 那超新舱什么最主要呢 就是看它能够躺多到 它这个座椅背部这边是固定的 所以说你哪怕躺到也不会打扰到后面的 如果你身高太长的话 我不建议选择超进第一排如图所示 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像我其实坐在后面的排数 就会比较好一点 整体这个膝盖跟前面的间距 还是相当宽敞的 它原来还可以再往下躺 大家可以看到它作为一个超新舱 其实整体这个可以往下 给的这个角度还是很不错的 这样子一个角度的话 我觉得12小时做超新舱 应该腰不会酸的 这个还是相当不错的 卫生间等我正来做的时候测评 我们下次再测评这个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商务舱区 那整个首先我第一个体感上面 就是感觉它这个隔板非常非常高 这是日航第一次采用隔板隔间式的 商务舱产品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门关上试试看 大家还看得到我吗 整个隐私感是做得非常好 你看到没有 这个座椅数字 它这个屏它也是一个数字屏 可以看到日航135K 它也是采用电质变色玻璃的弦窗 这个变色有多快 我给大家免试一下 秒变 这个真的是好舒服 好顺滑 丝般顺滑 而且今天做起来最妙一点点 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是因为我窗外 不是什么万米高空 也不是什么机场航站楼 而是机库的这个风景 哇 这个感觉真的是独一无二 哇 配小衣橱 这个还真是蛮特别的 因为一般商务舱产品当中 他们是很少会配这样一个设置的 而且看到没有 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板的设计 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商务舱的PPV屏幕 它整体这一个大小还是中规中矩的 而且它有各种材料的结合 又有皮质 又有毛 还有棉质的这一个材料设计 都放在一起 真的就是很日航很日本 作为他们新奇迹境当中 占比空间最大的一个产品 我可以想像他们这个产品 还是投入了很多兴趣设计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 他们上午餐的这一个素食菜单 看上去好像其实色彩上的挺丰富 但它其实是一个全素食 他们餐饮还挺注重日本在地文化的 还有红酒他们提供的都是日本当地产的红酒 这里面是植物性的 植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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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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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它还演示一些头短层会提供的被瓶 这个耳机B&O的Holly Burton过夜包 而且还给你送肌肤之道的面膜 这个手笔蛮大的 日航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可以给你选这个床垫 我先躺上去 其实比我家里这个床要舒服不知道多少倍 就这样子躺着 我觉得在飞机上面过12、3个小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的东西更厉害 现在我来体验一下他们这一次习建的一个新科技 内藏室的音响 我们现在收音这边收一下 然后我们再环绕收到这边 这个我不知道在飞机上面就是噪音大的时候感受怎么样 现在我的地面上感觉真的就像是那种家庭隐约的感觉 这个环绕感、沉浸感真的是特别好 从第一视角看过去 这边的收纳空间真的是挺足的 你可以放箱子或者放鞋子都没有问题 这边就是一个头等舱专属的小的衣帽间 这边还有很大的镜子 真的是很不错 三人一起吃饭的话 像亲子就是爸妈带小朋友一起 前面那个奥特曼 他那个其实都很窄棍很小 他其实不是让你就是坐着吃饭 他只是靠靠脚而已 你现在坐这个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位置够宽广 就真的是让你坐的 吃累的就这样子靠着 就这样子聊聊天 你们两个人在这边我在这边 然后三人一起喝点酒什么东西 没有错 那应该就是要建设一个很有private那种 social的 对 你这两个字很好 它又private 但它可以给你搜出这个功能在里面 没有错 是 那洋名 辛而且 操约 全是 自私插他 整体 ber Challo 这是 经常有关转地 permanent 就在被人的工作室。 你不斷地努力的工作室。 你不斷地努力的工作室。 但是在此, 在大陸, 我只是在宣言中, 在海外的工作室, 我们可以继续做很多事件。 但是, 我只是确定的确定。 我只为物理的确定, 我先送给你, 我再送给你, 有很多工夫做完的事情 而且做了很多工夫 所在各地的協力 他們有很多 每逢的航空機 每逢的航空機都可以接到 今天有很多東西 為什麼會這麼做? 需要耐用的工作? 在各地的航空間 地上跟同一的航空機 一起測試機 一部分是 映画等を見ているのにヘッドホン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そのストレスというのを無くし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我々は考えていた また座席メーカー側も新しいテクノロジーというものを使ってですね 商品力を高め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たと 考え方というのが一致をしてですね 今回このようなヘッドレスト内蔵スピーカーというものを導入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と やっぱり今まではお客様にこういった使い方をしてくださいという風に 弊社の方からヘッドホンを渡していたり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もっと選択肢を増やす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して 今おっしゃっていただいたようなご自身のヘッドホンをブルースでつなぐ もしくはファーストクラスとビジネスクラスであれば ヘッドレスト内蔵スピーカーを使う もしくはヘッドホンをそのまま使う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 選んで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いろんな小会社ですね ファーストクラスを徐々に廃止したり ビジネスクラスとプレミアエコノミーに専念したりそういうことが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なぜJALがまたファーストクラスにこだわりが強い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風に理解しても大丈夫ですか 当社としてはフルサービスキャリアとしてファーストクラスというものを提供して 最上位クラスの品質というものをお客様に体感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それを残したいという我々のポリシーと あと実際にマーケットの中でも日本初でファーストクラスを乗りたいという方の需要がございますので そこに応えるという観点でもファーストクラスというのは維持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結局減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プレミアムエコノミークラスですね そこの背景としましてはまずプレミアムエコノミークラスというのが この業界の中で出来上がっていたのが10年くらい前なんですけど もっと多くの需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40席設定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こを実績というものを積んでいった結果ですね やはり24席とかというのが妥当なサイズであろうというところで 今回縮小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というのが経緯でございます 中国の皆さんも結構これから新しいA350タッフ支線を乗りたいという人も絶対いると思いますが やっぱり今はまだ羽田JFK線しか導入してい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次々に導入する路線とかそういう傾向とかを今公開することは そこは私も言い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実はまだ全然固ま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もございまして ただ今決まっているのはニューヨーク路線の次にアメリカのダラス ダラスか はい 修行するということは決まっております その後は機材が増えていきましたがですね 長距離を中心にまずは拡大をしていって というふうにイメージを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6月1回JFK行きますか ぜひ今回のファーストクラス体験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それはぜひと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次回なんで我還想で大家看一個 普通常真的是絶対看不到的風景 从飞機里面看外面の日常の機空 而外面又是雨天的日露 天哪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那今天体験下来 大家觉得日航这个新的旗艦機 理理外外感觉怎么样呢 逼到十分可以打几分呢 目前為止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日航主题的视频 从日航国内線的老的头等舱 新头等舱 再到国际線的老头等舱 那今天我提前体验了整个A35K的一个机内设施 非常欢迎大家去回顾我之前做几个视频 相信大家可以更好理解日航这一路以来的这一个产品的升级的过程 正好是四年前月份的时候吧 我是第一次尝试拿起相机做了一个航班体验视频 那个时候我拍的就是日航的国内线头等舱 那四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里 随日航邀请我过来做这样子一个视频 这一路走来我觉得还是蛮奇妙的感觉吧 虽然这四年时间我经常跳根 摆烂 放鸽子 但这些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如果真的是一直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你们相信一定可以明白 今天我能够拍这些东西到底是有多么不容易 那么今年我也答应大家 我会带大家去见识更多好东西 带大家见识更加广阔的航空世界 我是爱德华 一个上天入地的飞行男孩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一班飞机再见 Ciao